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主要做的是比如说subtware documentation 给一些软件做说明书 我在我大学期间 还有我的这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学习期间 接触了大量的英语文学题材 也接触了各式各样的英语写作创作方法 我希望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我在美国期间所学习的知识 也希望能和大家分享 我在准备GRE写作时候所遇到的 看到的问题和一些方法 能帮助大家申请一臂之力 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GRE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攻克GRE写作这个硬骨头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我们这次课程主要是关于什么的呢 OK 我们GRE写作课程 我把它分为五节 我们第一节主要是 关于GRE写作的概述overview 第二节呢 我希望给大家系统的阐释一下 introduction to issue writing issue writing部分的写作 在这个课程中呢 我将会带领大家仔细地研读一至两篇的GRE写作题目 以及范文 通过范文和题目的分析和研读 来教大家学会审题 学会写作 那么在第三节课呢 我们将会针对issue writing的官方题库 去选择里面的高频题目进行分析 我们将会选择一部分的高频题目 来 我来带大家进行brainstorming 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有什么可写 也帮助大家在之后自己定时练习 那么第四节课呢 我将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argument writing argument writing 就是看一大段话 然后怎么样去批驳它里面的观点谬误 我希望能通过这门课程让大家了解 怎么样去审题 怎么样在argument中去找到逻辑谬误 也希望带领大家去认识 英语中常见的逻辑错误 最后一节课呢 我们还是针对argument writing的题库进行选择 然后呢 来带领大家去分析一些真题 帮助大家在最后考试中 取得一个相对理想的成绩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课程大纲 一共五次课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对GRE的 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 好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第一节课 是Captal 1 Overview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想了解的是 GRE写作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们应该怎么样准备GRE写作 怎么样在GRE写作中 取得一个相对理想的成绩 我今天课程的outline呢 主要就是带大家回答这三个问题 What is writing? What is analytical writing? and how to prepare GRE? right? 那么什么是写作 什么是分析性写作 我又该怎么样去准备分析性写作 这三个问题大家看上去会觉得很空 不知道应该从何入手 那么老师在这节课中将会带大家一点一点的去认识 好 我们现在看第一部分 What is writing? 大家看到我在这个橘黄色的框子中 放了三个大字 communication 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我的很多朋友和我的很多同学 我问他们你们知道写作是什么吗 很多人告诉我说 那就是写字呗 讲故事吗 storytelling吗 写新闻吗 写广告吗 对不对 但是这些东西它所达到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 无论我们说话 写东西 甚至于我们在做一些平面设计 网页设计 甚至于我们所现在看到很多这个高薪科技 我们讲这个UI之类的 都是在达到一个传播效应 达到一个沟通的效果 写作的整个过程呢 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 我们老师给了这么样一个简单的图像 它就是从writer 写message 然后传递给受众 readers 大家可以看一下 writer create some message and convey them to readers 这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是一个双方的过程 可能大家看到现在是单向箭头 但其实它是一个双方的过程 我们的writer要把信息通过各种媒介 各种方式传递到读者的心中 读者的眼中 然后读者在通过自己的理解 去理解writer想做的这个事情 想传达的意思 所以说写作看似简单 你在写文章 那实际上你是在做一个传达信息 把信息灌输到 灌输到读者眼中 口中 心中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使这个过程完善化 使写作这个过程达到它有效沟通的目的呢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值得考量的问题 在我看来 写作沟通需要通过语言和逻辑思维 去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 Language 它讲求的有 Style Grammar Vocabulary Logic and Thoughts 它有 Organization Topic Development 还有Idea Argument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Language Style是什么 Style这个东西的话 我会在我们issue writing 或者argument writing之后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Style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经常会面对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读者 比如说我们做GRE writing 我们面对的读者 就是GRE的考官 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是写广告 我们面对的读者 就是Advertisement Client 可能是公司的一些客户 我们如果写Software Documentation 写说明书 我们面对的客户 可能就是一些用户 普通用户 那么我们需要选择不同的文字风格 来达到有效传播的目的 那么对于GRE写作来讲 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字风格是什么样的呢 是Academic 是学术的 严谨的 一丝不漏的 对吧 我们希望它能够得到达到这样的一个写作风格 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你的学术背景和你的逻辑思维 那么关于这个语法 可能我不用多说 我们从小老师就在强调 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避免一些语法错误 比如说单三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标点符号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名词的单负数 然后再比如说我们的时态 语法错误一定要规避 尤其是在GRE写作中 我们作为一个non-native speaker 我们作为非英语非母语国家的学生 我们怎么样去体现我们的语言功力 怎么样去体现我们的英语水平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最重要的还是要从这个语法的基本错误去规避 那么最后一个是vocabulary 大家想想为什么我把vocabulary放到最后呢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在准备GRE写作的时候 经常啊就是特别苦恼 他会问我说 我这个写作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词汇 去表达我的意思 我是不是要用很多的难词呢 我是不是要很多非常这个complicated sentences 去表达我的意思 他们都会觉得我这个词如果用的特别的plain 特别的简单就掉档次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词汇呢它只是一方面 选择合适的词才是一个学问 这个呢我会在我们的issue writing和argument writing里面 带大家分析范文的时候帮大家去了解一下 词这个东西啊会背会认识 这就OK了 至于用一定要用对 用不对的话 那还不如我们用最简单的词语 那么我们language 我最后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红字 我用红字表达了我最想传达给大家 希望大家记录下来的东西 language最核心的是要write clear concise and understandable 一定要写得清晰明了 简洁统一 最后要达到一个让人能看懂的目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要让人看明白 要写得清晰 不要追求繁文入解 不要追求非常浮华的词早 一定要注意把文章写的平时容易懂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logic and thoughts 那么这个是重中之重 大家看见这个颜色变了哈 我们在gre写作中 它主要考察的其实并不是语言 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看official guide去看到 gre写作是针对于我们准备出国读研究生博士生的同学 那么这些同学的层次呢 已经超脱了平常的学英语的范围 我们是要用英语去学习 用英语去做研究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同学 应该去追求一个更高一点的层次 我们要学会用英语去有效的传达自己的思想 有效的去表达自己的概念 所以说就很需要我们有严谨的逻辑思维 那么逻辑思维主要体现的哪些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organization topic development idea和argument organization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文章的组织结构 对吧 我们的文章应该怎么样构架 一二三段怎样排列 以怎样的顺序 以怎样的逻辑层次去develop一个argument topic development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我们的几个东西应该怎样层层递进 我们怎么样把观点一点一点的渗透到读者心里 然后idea idea 很重要了 我们看文章 我从小我妈妈就告诉我说啊 你看文章不要看它写的字写的好不好 文字用的好不好 词语用的好不好 你要看它传递的思想好不好 思想好才是真正的好文章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到心里啊 我们写GRE作文 一定要避免去花过多的时间去修饰文字 一定要注意你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你要写的有内容有东西 文字呢它是血肉 思想是骨架 好 argument argument呢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这个GRE写作 它是以议论文为主的 所以说无论是写argument writing 还是issue writing 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有很明确的论点 论证论据 所以说argument也是极其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好 我说了很多关于logic and thoughts 大家应该已经了解logic and thoughts有多么重要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logic and thoughts的紧密排列 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就是make solid argument 紧记住solid 一定要是自圆其说的 非常扎实的 非常的坚不可摧的论点 这样呢才是我们GRE写作希望大家达到的一个标准 好的 这个呢我希望可以通过它能改变大家对GRE写作固有的一些认识 甚至于能够改变大家对写作固有的一些认识 对写作的认识 我们改变和端正了以后呢 我们才能更好地去准备写作 还有口语之类的这种沟通性的考试科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